另外 霹雳仪把昨天有一名64岁本地男子被发现 卧室在一间霸吉市场门口 警方随即逮捕了一名24岁本地女子 并以谋杀条文来调查案件 仪包警区主任阿邦灾纳披露 警方昨天傍晚6点13分接获公众投报 赶到现场之后发现64岁的死者 躺在霸吉市场入口处 而且身上没有伤痕 死者的遗体随后被送到医保中央医院解剖 警方向医保推示庭申请延扣令 落网女子相配延长扣留到下个星期五 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02谋杀条文来调查案件 9468日后再接受到医保中央医卫栏公司